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3月27日 刚才看到李克强在江苏 他考察了南京大学 发表了一次计息的讲话 这个很短的,简单几句吧 但是我认为讲的是那是很有水平的 那不愧是改革开放以后 通过这个高考 考上大学,那就是不一样 当年本人也是考上的 七八级,李克强是七七级 七八和七七差半年 你这两波的学生 那是应该讲都是经营 后来这些考上大学这些人 毕业之后都走上了领导岗位了 又一部分人没有当官 但是是在其他领域里面 所以就出了一八岁 个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李克强选择一个 这个给专制集权统治 作为一个紧遂习近平这么一个官员 他原先的志向是想当一把手 没当上 这个是很可惜的 他要当上的话 我觉得他比习近平强多了 最起码文化素质 拿得到台面上 问题是现在中国这个形势就是 吴大王开店了 对不对 一把手没有文化 二把手很有文化 这个是所以说给国家整整整整的样子 就和这个很有关系 这个我们知道这几天 媒体都在虚夸地报道 习近平在福建省的这个 丰功伟纪啊 有一段视频非常有意思 习近平自己在这个 视察的时候 自己吹嘘自己 王婆卖瓜自卖自瓜 讲了37岁就当上了这个 福州市委书记了 说这有斧子走啊等等 就把这好事都贴到自己脸上 但是他在另一个小视频当中 一下就讲漏了 讲那个 这个村卷的做法 他说他在他这个认知的期间 推广这个三名小吃 但他却竟不知道这个 那个村卷里边都有什么成分 是不是啊 他就讲漏了 他这个有个特点 一到这个 这个 有人在这个场合 就想吹嘘自己 这正是一个人对自己不自信的表现 一般来讲 他知道自己这个 肚子的墨碎少 学问不多 学历这个是工农病学员 是吧 他就千天有一种自卑 自卑又怕别人就是看不起 所以就分外的炫耀自己 就容易出丑 这一点已经非常明显 不信你把这个 这次他在这个福建的考察 这几段视频 你仔细看 每一段都有这个特点 就是自我吹嘘啊 其实让别人评价是最好的 那李克强一般不是这样 李克强他通过一些细节 他也做秀 但他的秀作的应该讲 还是比较这个 到位的 让人看了还是比较舒服啊 有一点就是 后继的播放的感觉啊 那么我给大家这个 放一放啊 因为这个视频现在 官媒还没报道 你们看看 就是李克强今天讲的话 有没有道理啊 我放给大家看一看 我来自大学 中国的英文大学 他还一直在说 他就说 把这个电子标准 陈屠 说话 历史 尝尝 你们的志向 应该 或者说 有更远大的志向 但是你再也有远大的志向 从进行过去 你得要成功地记在 你想从事的世界 这个谱 还有一句 简单的说 我觉得 还是应该 踏踏实实 反腐归真 那得踏踏实实 成功 所以我们的理解 一样是 沉下心来 踏踏实实 去追求你们 背着话 你想 而且这个事情 也可能 不一定在 我们的志向 就能够接出来 但是你怎么会 再下一个 大的志向 当然 当然 都 全有所谈 而且 全有所谓 全有所谓 这儿越是 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社会 是 努力的 是不是 李克强讲的话 大家比较一下 和习近平讲的话 是不是 不同的层次 一看就是 这个李克强是 应该讲是 满腹精准 确实是有水平 毕竟是什么呢 这个高考啊 凭本事上来 这个大学生 当然他在 大学的时候 就当这个 学生会主席 就一路走来啊 能够排升这个高度 排升到这个高位 也是不容易 应该承认啊 但是呢 这个李克强 给本人感觉 这个 他在这个知识 结构方面 他比较完整 他谈什么东西 都好像是 很随意的 就能 给人感觉啊 这个 还是这个 很厚实 不像习近平 这个 一讲什么话 就使我想起 那个 大队党 这么书记 就像梁家河 那个大队党 这么书记 治理这个国家 把这个国家 当成一个什么 当成这个公社了 所以是 实在是欠缺 这个差距世界 太大太大了 真的 不是我 这个 贬随保随啊 这个李克强 我觉得他现在 这个 如果他做一把手 中国绝对不会 是今天的样子 你就拿中美贸易战来讲 如果习近平当时 这个 听从我的建议啊 我当时就建议 大家可以往回反 那个 我这个 办这个 自媒体讲的 这些评论吧 当时我就讲 不应当叫刘鹤去 应当让李克强 或者汪洋 最好是汪洋 因为汪洋曾经 这个在中美 这个战略对话的时候 他有一个主题词 非常的形象 非常的到位啊 那就什么 中美 是夫妻关系 你说如果当年 汪洋去 能把中美贸易战 打到这个程度啊 贸易战是什么 其实就随着利多 随着利少 对不对 那习近平到 美国访问 川普是在 海湖庄园 接待啊 那就当中自家人一样 那是很真诚的 对不对 在那绿草坪 走着一边 谈两人 称习近平为 自己的好朋友 一直想着好朋友 挂在嘴上 但是他打贸易战 其实就是 到中国来看 中国发展很快 心里有点不太平衡 觉得你们占的便宜太大了 逆差五千 五百多亿 你想 是不是 结果呢 习近平就判断 失误 就什么呢 其实也是用人不到 用这个刘鹤 他就想把刘鹤捧上来 把共青团 他让大佬 李克强干下去 因为他嫉妒李克强 这自己能力不如李克强 怕李克强超过自己 你知道吗 结果呢 刘鹤是 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打到最后误判了 结果反制 谁反制 赌气治国 赌气外交 完了 给川普得罪了 而且更重要的时候 川普回访的时候 他在故宫里 带着这个 带着这个 太太啊 这个两人催拉 坦娼 那和皇帝不一样了吗 那肯定是 川普看了心里 非常 这个厌恶 因为人是一个 民主国家 诞生领导人 一人一票选 选出来的 是不是 你看对美国的建国 就是你就知道了 他对这些东西 很反感 他一看以后 你不但不前进 我帮助你 加入WTO 你是最回国待遇 经济发展 离不开美国的 支持 你现在有的钱 有的人就能学地 往回走 没有融入国际社会 你想他很失望 这就是习近平 重大的失误 这个 大家自己感觉挺好 在故宫里面 他胆子多大 你想 什么原因 他能有这个举动 没有文化 他都不了解 毛泽东当年 那么 读那么多书的人 毛泽东的书底的厉害 你看毛泽东 不敢到那个 故宫里面去 他这一辈都不敢 进那里面去 还敢在那里接待外兵 因为在那里接待外兵 就等于告诉人家 美国总统 你是万国来朝的 是不是 一个外兵来了 我这帝王 这中国嘛 这地球的中心 所以习近平 这个狂妄自打 刚愎自用 就是这个 实在是令人感到 就是可笑 你知道吗 他怎么给美国得罪 美国那个身边 当时有鹰派和鸽派 两派嘛 刚开始是鸽派战争 他搞这套东西 使这个 川普最后倒向了鹰派 一直到最后 习近平 打压言论 走这个 这个倒退的道路 最后搞文字语 出现了这个 李文亮这个事件 然后导致了 疫情犯了 全世界 所以说这个 习近平 之所以到了今天 我认为 就是因为 很好的向李克强学习 也没有 发挥李克强的作用 你就是派 汪洋也好 还是派李克强 一定会把当时 中美贸易战的事 给他圆了 结果最后怎么样 现在 也走不回去了 是不是 当然这里 很多复杂的原因 党内的权力斗争 本人是 没有深刻的研究 就从旁观者来看 我觉得 这个是中国 现在很可惜 这个 最后悔 胡锦涛 扶上马 宋宇成 落退 把波起来 干却以后 把权力给 这个 习近平 愿意为他 汉厚 淳朴 善良 身材有点木讷 其实都是假的 觉得他忍了 很多年 这是潜伏 撞下忍受 等权力拿到手之后 在这 王沪宁 栗战书 禅明尔 就这些马蹄精 这么一拍 蔡奇 特别蔡鸟 一拍 完了 这个人整个就是 滑向了 毛泽东的方向 就像毛江寺 去讨 治国的阵地 实际上没有阵地 就是走到什么 走到国际社会对立了 到今天这个地步 所以你看这个 你听了李克强 讲今天这番话 你再比较你 习近平在这个 在自己赞美自己 37岁当福州市委书记的故事 你看一看 中国已经发生了什么 或者 你再猜想一下 下个会发生什么 你这也是一读三探的 这是令人非常的惊认 这个遗憾啊 没有办法了 所以说 这个今天 人民新华社发的一个文章啊 大家都 一会儿会讲一讲 以和平为主题 你就会知道 未来的几天将发生什么 那么今天呢 还把其他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现在见